比如说我们在背单词的时候 有的同学他必须要把单词 一个一个单词拼出来 他才能记住这个单词 以及这个单词的意思 嘿,我是安徒 好久不见 这可能是我今年录的最后一支视频 那这期视频呢 主要来了解一下澳大利亚的教师准则 从教师准则上 我们不仅可以知道澳大利亚的教学的体制 也可以从这些要求老师们 需要达到的一个教学的方法 来提取一些精华 成为自己的学习方法 如果自己而言的话 因为学了education这个专业 知道了怎么去教别人 同而呢我也知道 怎么通过这些方法来教自己 这支视频可能有一点点的枯燥和学术 我会尽力让它变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有趣 在讲教师准则之前呢 先介绍一本小册子 Australian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Teachers 这个是澳大利亚的 在职老师需要知道的standards 基本上适用于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老师 大学的老师是不是要按照这个准则走 不是很清楚 但是它所包含的七个大点 基本上每个老师需要知道的 第一个点呢叫读师 先说第一个他们身体方面的格线 有的学生可能比较擅长于某项运动 那有的学生可能因为身体的缺陷 就要在某些方面做一些support 第二个是学生的学习方法 就我个人而言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读一些东西 或者看一些图画类的东西 或者自己画一个mind map 来帮助我记忆 但是有的同学他会比较注意听和说的一些练习 来帮助自己记忆 比如说我们在背单词的时候 有的同学他必须要把单词一个一个单词拼出来 他才能记住这个单词 以及这个单词的意思 在以后看到这个单词的时候 就大概是这个单词要这么运用 虽然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方法很蠢 但是这毕竟是那个人的学习方法 你自己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作为老师而言 我们也要理解某些学生看似比较难以理解的学习方法 但是对他来说是有用的 只要对个人来说有用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强势说 你必须要按照某个某个法则 某个某个定义去学一些东西 那第三个呢 是了解学生的背景 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 在语言文化 宗教和社会经济背景方面 学生的backgrounds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们在准备一些教学内容的时候呢 要注意学生的这些背景 比如说有个学生他是难民的孩子 他可能曾经遭受过某方面的一些创伤 我们在学习这一方面知识的时候 我们就要确保自己说的内容 以及design的这个课堂的气氛 是可以让这个学生觉得舒服的 第二个gender是 know the content and how to teach it 我相信这一点是全世界的老师在教书的时候 都要达到的一个要求就是了解自己所教科目的知识 以及怎么去教授这门科目 澳洲因为人员的紧缺 在教师方面也是非常紧缺的 像有的老师他明明是教其他科目的 但是不得不因为某些原因去教这一门科目 这一门科目他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如果你是来澳洲读中学 而且是在就公立学校里面学习的话 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老师 这些老师虽然他们自己也不是很想说 哎呀这个东西我不是很知道 我都不去教了 他们也会想尽办法去学习这方面领域的知识 然后以自己的教学法教授自己的学生 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老师的话 就稍微理解他一下 下一点呢是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以及有效的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其实我比较参照的一个东西 叫Bloom's Taxonomy 这个东西大家可以自己私下去搜索一下 作为学生而言 或者作为自己终身学习的一个目标而言 都是可以参照这个金字塔去经历学习的 我们在学习任何一项新技能的时候 最底层的学习方法就是Remember 我要去记住一些东西 有时候记住一些Terms 我再去Understand 我记住了这些东西我才能去理解它 接下来呢是怎么去Apply Analyze 最顶上的Creator Evaluate 有的时候他们会颠倒一下 有的老师会觉得Evaluate是最高等级 有的老师会觉得Creator是最高等级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准则 说必须要最高等级是创造 必须最高等级是评估 所以就无所谓了 接下来呢是要根据课程大纲评评内容 设计学习步骤和教案 我们每门课都有自己的Creator 有个教学大纲 比如说这门课哪些Topic是必须要学到 作为语言来说 作为中文来说 我们可能必须要学会某一些词汇啊 或者要做怎样的一些练习来帮助他们学习 这些都是根据大纲走的 或者这些大纲我们才能去做自己的Lesson Plan Inside the Standard 叫Plan for and Employment Effe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在这个Standard底下呢 也有三个点 第一个点叫设立具有挑战性的学习目标 我们在自己学习的时候 我们也会给自己设立一些目标嘛 像我的话之前也录过视频 就跟大家大概介绍 要往2019年的年计划是什么 所以老师而言 我们要设立学生的学习目标 在学习完某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要达到怎样的一个水平 都会设立一些可实现的可达成的挑战 你给的挑战 包括给自己的一些挑战 不要太容易达到 也不要太难以质疑自己 以往而却步了 自己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达到的目标 即将达成那个目标的时候 比如说我的粉丝 即将达到700个了 那在690个的时候 我就自己规划一下 我下一个目标可能是800个 这样的话 自己就会有不断不断的动力 去学习这项东西 Clan Structure and Sequence Learning Programs 给学生在制定这些规划 或者challenge以后 要给一些步骤 怎么去慢慢的达成这个步骤 比如说第一步 读哪下哪些内容 第二步读完这些内容 你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quiz 读完这个quiz 你可能要review一下学过的东西 最后呢你再去学一些新的什么东西 来补充你的学习 类似于这样吧 我们学英文学任何科目都是一样的 第三点是运用多种教学方式 除了做试卷以外 我们其实是用很多的方式去帮助学生学习 试卷抄写 当然这里有老师也会安排这么一些类似的strategies 其他的呢也包括演讲做group work 让学生自己去design一些东西 或者在电脑上做一些小的作业 stand that full 这一点基本上是在讲positive management 就是我们要怎么保证我的课堂安全 课堂上出现一些状况要怎么去处理 最后一点就这个大点的最后一点他讲的是manage challenging behavior 有很多的challenge behavior是很多在中国的学生和老师家长是难以想象的 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要不要跟大家介绍这些难以想象的behavior 然后再想想要不要出这种有幕面情绪的视频吧 在这里当老师从国内过来 在这里某些公立学校做留学生的话 你真的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让你头疼的问题 先举比较简单的例子吧 校有的学生他是真的真的不想学习的 对于那些就不想有更高的人生目标的那些人来说 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就业压力的 也没有考试压力 他们就是不想学习 他们就会做出很多很多事情来打扰老师和同学的学习 这些状况真的太不大了 在这里当老师的话 在心态和体力方面一定要有很好的准备 如果你是想来澳大利亚做朋友的志愿者的话 在来之前也最好做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因为很多学校的教学状况 以及课堂状况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第五点 assess provide feedback and report on student learning 给学生一些反馈 在给反馈的时候也有一些小小的技巧 比如说在改试卷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试卷上改试卷是我错了多少就扣几分 比如说百分之十分 错了以后就扣一分 但是在澳洲的教学体制下 它是加分制来算分数的 这里我对了九个 所以是加九分这样来算的 而且他们在改试卷的时候 必须要保证是你卷的卷面干净 就不能打非常大的勾 对了就在后面切到打一个勾 比如说在写那个作文的时候 这一整句话写得非常好 我就在后面打两个勾 或者打三个勾 表示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 或者这句话真的写得非常棒 大家如果是来留学第一年 就可以看到老师给你的feedback是怎样的 如果是来读大学的话 会发现老师在改论文的时候 不仅仅会指出你的语法错误 观点错误 在最底下会有一个很长的comment 教学大纲要求老师 必须要给出非常正面的 Consistent and comparable judgments 这样的话学生就知道 我哪些点需要注意 我哪些点可以再继续提 然后第六点 Engage in professional learning 这个是完全关于老师的 个人的一些提升 我觉得作为注册老师的话 我必须参加一些PD program 来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 以及教学的知识 PD的全称是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只有老师不断的提高 这整一个教学系统 整一个教学环境才会变得更好吗 第七点是 Engage professionally with colleagues, parents, careers 做为老师我们需要以自己非常professional的姿态 去面对同事的家长或者看护人 以及这个团体 这个团体包括这个社区啊 包括学校啊 包括这个社会啊 这就是澳大利亚老师必须要遵从的教师准则 当然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感悟 我们不能很绝对的说 哪里的教育是肯定是最好的 哪里的教育肯定是一文不值的 我们也不能说哪里的学生肯定是全世界最棒的 每一个国家地区 包括那里所在的当地的人民 都有自己的好与不好的地方 不是说我留完学一定会得到多少多少的金钱 但至少我们可以走出来看一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来体验一下当地的分属人情 即使你最后是选择回国的话 你也会知道 我本来所生长的这个环境以外呢 还有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在做着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能不能在我的这个生长环境里 或者工作环境里利用一些他们的idea 有的人可能会更加珍惜现在所在的 这个熟悉的环境的生活 不管以后的路怎么样 也不管你是不是决定一定要出国 或者在国外工作甚至定居 我们至少都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你做完这件事情以后 可能会得到怎样的反馈吧 对自己的反馈也好 对自己身边人的反馈也好 或遇到再大的困难或者挑战 也要知道这个是我做完这个决定以后带来的 而且也不代表着我不做这个决定 就肯定不会预表不开心的事情 肯定会有其他的不开心的事情 会随之而来 这期视频会比较长 也感谢看到最后的你 如果你对教育类的视频比较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关注我 我主要分享对外汉语学习 以及留学的一些资讯和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就明年见 拜拜